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节我们要讲的是 Changes in Length Under Uniform Condition 这个uniform condition指的是 这个棒子的本身的状况 不管是材料还有断面的形状 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情况 还有它的手里也是一致的情况 那它在长度上面 它受拉或者是受压之后 它的长度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 像这样的一个case 它是prismatic bar 然后在linearly elastic的状态 linearly elastic就是线弹性 这个是我们第一张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 那prismatic bar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个棒子呢 它的从头到尾的断面 你不管这边给它切开切开切开 在不同的地方切开 它的断面形状都是一样的 它不一定是要圆形 它也可以是别的形状 但是从头到尾形状也要一样 这种就是一个prismatic bar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个prismatic bar 它两端受到P的力量在拉伸 那它还没有受拉之前呢 原长是L 受拉之后变成L加delta 然后呢 它的面积是A 断面积是A 那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们上次学过的 就是这个棒子呢 它的你不管什么断面切开 它的正向硬力 normal stress 都是P除以A 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切开 它的这个正向硬力都是P除以A 因为从头到尾 它的内力这个就是P 内部的这个拉力大小就是P 那它整根的变形呢 就是epsion 就是等于delta除以L 然后我们又知道 正向硬力跟正向硬变之间 有一个虎克定律是这样子的关系 这个也是第一章的时候讲过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P除以A 带到这边这一项 delta除以L带到这个epsion这一项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势子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势子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delta 把E跟L移到另外一项去 我们就会得到这一个势子 那你如果不喜欢把它摆成这样子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摆法 是P等于EA除以Ldelta OK 这样子的摆法或者是这样子的摆法都是可以的 我们得到的就是力量跟位移之间的一个关系式子 那这个势子有没有让你联想起什么 力量跟位移的关系 那不就是我们学了很久的以前弹簧有没有 力量跟生长量之间 它这个甲的就是这个K 它就是一个弹簧的弹簧系数 OK 就是一个spring constant 那这个弹簧系数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stiffness 就是它的进度 代表它的进度 K越大 这个弹簧的进度就越大 进度真正的定义通常是指 我要把这一个东西一个弹簧 它升长一单位的长度 所要施加的力 那个叫进度 所以如果我进度越大代表 我把它拉同样一单位的变形 那我要施的力越大 所以进度是用来代表示一个东西的软硬程度 进度越大就是越硬的意思 所以呢 你看这个就是P等于KD 那我们回到前面 我们看到这个式子 这一根棒子 它其实也有一个P跟delta的关系 那只是说它的K呢 已经被换成EA除以L 所以这个EA除以L 就是这一根棒子的stiffness 所以这样子的一根棒子 跟一根弹簧 在我眼里看来 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你学了材料力学之后 你应该也要学到这一点 这样子的一根棒子 它其实就是一根弹簧 那它的K值 它的进度就是EA除以L 抗拉或抗压的一个进度 就是EA除以L 好 所以这条式子 我们P等于EA除以L 然后再乘上delta 所以这个EA除以L 就好像这个棒子的stiffness一样 所以它把它叫做 stiffness of actually loaded members 好 那我们在第二节 大概就是学这一个式子 不管你是要把位移乘上一个进度 变成力量 或者是把你的力量除上这个进度 它就是得到这个位移量 OK 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会来做一点题目 最后呢 你们的助教 做这一个slide的助教 白博生他在他slide里面写下的这个博生小语 背不出这条公式 不要说你读过财力 好 所以我把那个 这句话的作者的照片给各位看一下 这也是你们的主角 最后一样是我们的版权页 OK 这个clip就到这边了 在这里 感谢观看